欢迎点阅悠游华语 这是一套终极以上的试听教材 一共有四个单元 每个单元有三个对话和一篇短文 希望从不同的主题 让学习者从不同的角度学习 第三单元 大自然的礼物 每部影片结束后会有几个问题 请根据影片的内容回答问题 现在请看短文第一部分的影片 十几年前的一则新闻改变了一个东部小乡村的发展 根据报道 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都非常希望能开发当地的古道 主要的原因是 开发后不但能建设这个乡村 还能带来观光收入 然而环保团体表示 一旦在此地建设公路 生态被破坏不说 还可能造成部分生物绝种 因此这条古道的开发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请想一想影片的内容 请听 问题一 根据第一段所提到的新闻报道 为什么地方政府和居民都希望开发小乡村里的古道 请想一想 这一题的答案是 因为开发小乡村里的古道以后 不但能建设小乡村 还能带来观光收入 请听 问题二 环保团体也支持开发那条古道吗 原因是什么 请想一想 这一题的答案是 环保团体不支持 因为一旦建设公路 生态被破坏不说 还可能造成部分生物绝种 请听 问题三 因为文章所提的那则新闻报道 大家开始讨论起什么事来 请想一想 这一题的答案是 要不要开发古道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好 我们看了影片 回答了问题 现在你知道短文第一部分的内容了 接着我们来学习这个部分的语法 这个部分有两个语法 现在我们看第一个语法 一旦 一旦的后面出现不好的情形 另一个糟糕的问题 马上会发生 前后两个情形 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 请看例句一 成为大明星 都得费一番功夫 一旦做错事或说错话 人们对他的印象就变差了 请看例句二 王先生一家五口 只靠他一个人的薪水 一旦他没有工作 家里就没有收入了 现在请试着用这个语法 来回答问题 请听这个问题 朋友觉得夫妻两个人 薪水差太多 可能很快就离婚了 你觉得有爱才重要 你怎么说 请想一想 你可以这样说 夫妻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真心相爱 一旦没有爱 就很难走下去了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语法 不说 还 这个语法是说话者表示 某个情形或事物的某方面情形 不在这里讨讨论 还 后面的事情程度 比说话者想得更高 所以要特别说明 请看 请看例句一 受到天气的影响 机场里所有的班机 不飞了不说 还让旅客自己想办法找住的地方 请看 请看例句二 在平等的社会中 制度得公平不说 人们还要能接受和自己的不同看法 现在请试着用这个语法来回答问题 请听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位导演 你认为什么样的演员才是专业的演员 请想一想 你可以这样说 一位专业的演员 要有出色的演技不说 还要能随时改变心情 把角色的感情表现出来 这是第三单元 短文第一部分的语法 这一支影片到这里结束 请继续下一支影片 学习短文第一部分的生词 请继续下一支影片